都来吃西瓜了 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啊 有点痒 有点费鸡皮疙瘩 请大家做好心理准备 自备养养脑 但是这也是养鸡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给鸡除狮子和蛮虫 蛮虫和狮子长什么样呢 就是它其实红的黑的灰的 什么色的都来点 都有 也有那种很小的 那个小到比小米还小的 那种点状的 也有长的 感兴趣的呢 可以去搜图 我就不放大图了 省得怪养的 反正无论这个狮子呢 还是蛮 都是一样的药 所以我也没有特别细致的去辨别 这个感染的狮子和蛮虫呢 清的时候看似可能问题不大 但是它们生命周期长的有十天 短的呢就五到七天一个轮回 这个一个狮子或者蛮能下成千上万的卵 清的时候如果你不治理 这个这个严重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就很难处理干净 而且花的精力也多 所以就是趁它们还没开始泛滥 一定要及时的扼杀在摇篮里 感染狮子和马呢 当然这个鸡它都会很痒 严重的呢 它会掉毛 你看我们家这鸡有的 就背上涂了 脖子涂了 我一开始不知道 其实后面发现原来都是满虫导致的 晚上去鸡的身上去吸血 然后导致这个鸡贫血 那白天它就会又藏到 可能是鸡毛里 或者是藏在你这个鸡棚的那些木头里面 这样循环往复 然后你要是再不治理 严重了呢 就会致死 我也今年死了不少鸡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这个鸡年龄大了 到了该去了的时候 不过后来呢 发现这个一个一岁大的母鸡也死了 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 我今年就是清理鸡棚的频率不是很高 有点忽略它们 就算是清了 也就是撒了点硅枣土 没有做任何彻底的消毒 彻底消毒就像是用一些化学的药剂去喷 我都没有弄 所以说导致这个有点泛滥了 所以大家千万别学我泛滥 这些虫子呢 它都是在夜间活动 就白天它都藏起来不怎么活跃 哪怕你看到它 它就蹲在那儿 它就不大动态着了 所以说白天就是 其实很难发现它们 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等到天完全黑了 差不多在8点到10点 晚上是最佳时间 然后你就是打着个手电进鸡棚去照着 你会发现 哇塞哇塞的 哎呀 特别的酸爽 它们一般都是在这个鸡的周围活动 比如说这个睡觉的杆子上 墙上 哎呀 这个鸡到了晚上都非常安静 所以你照着它们的屁股周围的毛里呀 这个皮上有没有什么小虫子在爬呀 还有那肚皮呀 翅膀下面脖子上的皮 你就就能翻翻毛 你就会看到一些这个啊 小身影了 另外这个鸡毛的根上啊 那你再确定一下有没有虫卵什么的 这也是感染狮子满虫的一大特征 反正我前两天清鸡棚清到我这个 一闭眼满眼都是虫子 连晚上睡觉都睡不好 哎呀算了不说了 太恶心了 然后这个用什么样了 还是先声明一下 因为我在加拿大很多药品买不到 也许国内有更好 更多的这个方式 可以轻松的灭满 但是在这儿只是说一下我的一些经验 做个参考 我先说清理鸡棚 就是网上的药啊 有各式各样的 有稀释的 这个液体稀释的 也有这种药粉稀释的 无论是什么药呢 你都要确认一下几点 一个是这个药是否杀虫 也同时杀卵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虫黏在上面才死的 还是说是哪怕这个药干了之后 依旧有这种持续杀虫的作用 第三个就是 药杀虫是否伤机 你别把这个虫子堵死了 你顺便也堵死几只鸡 那就太美好了 所以这三点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药能同时都满足的话 那你一定要买买买 然后在鸡身上的话呢 就是在加拿大最好用的也就是一味均素了 我知道国内可能有那种鸡棚 鸡身一体的药 我没有买到 所以说大家可以试一下 首先清理鸡棚呢 很恶心啊 你不是因为你不知道会看到什么场面啊 所以说一定要戴好手套 有浴帽的戴浴帽 没有的这个女孩子一定要扎好头发 戴好帽子啊 进鸡棚之前 你就是拿那个消毒水 你要用那个药先往自己的手套和鞋上喷一喷 以防这个虫子会爬到你身上 尤其是晚上这个虫子特别活跃的时候 就是经常你要是进到鸡棚里面去喷呢 一定不要碰鸡棚的墙啊 凉啊或者任何位置 哎呀这都是雪的教训 然后最好就是白天清一次啊 晚上再清一次 如果你买的药呢 这个是商机的药 一般毒性都很大 所以只能说是白天的时候呢 你把鸡撵出棚去以后 关上门在屋里吃 喷了之后呢 干了散了味儿 你再让这个鸡进了 就是一般在白天消毒了 都是需要做这种彻底的清洁 因为你看得见鸡又不在 把这个屋里垫的这些草啊 木屑全部都清干净 灰尘都扫干净 把这个鸡棚的每个角落 地板什么凉去 全部都喷到胃 就是一定要浸湿的那种啊 因为这个虫会藏在各种的缝里面 尤其是这个木头衔接的地方 大那架子衔接的地方 然后还有像鸡窝里面 尤其是那些容易爆窝的母鸡 就他们的周围肯定很多狮子 就一定要喷喷喷 然后关上门 5个15分钟左右 就是别让这个鸡进去 等着干了 把这个门开盖散个味儿就可以了 然后你再把这些新的木屑 还是草的 你就给它铺好 如果是晚上呢 这个鸡都在屋里头睡觉 所以如果你没有什么不伤鸡的药呢 你可以把这个鸡爆出来 先放一个地方 就关某个笼子里什么的 然后你再进去消毒 这时候你就能看到哪有虫子了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它开始活动了 也是各种角落喷喷喷喷 晚上这次的清洁呢 是比较狠 虫子都死了大半 如果比较严重呢 你可以连续两天晚上都来这么一次 基本上就搞定了 当然这个不伤鸡的药呢 就不需要那么讲究了 你就可以连着鸡一起喷一喷 就根据你买到的这个药的说明 来给鸡喷就可以了 用胰微菌素的朋友呢 我之前有上过视频如何给鸡使用 我再提一句啊 就根据鸡的体重 一般成年的鸡 就是针管你滴一个三滴就可以了 就是点在这个鸡 啄不到的这个背上的皮上 大约两个周之后呢 再重复一次 也就是还是等晚上鸡安静了 再进去刺 这样会比较省事一点 就不用满地跑着抓他们了 如果你实在是买不到不伤鸡的药呢 我就有一个配方给大家 可以试一下 效果肯定没有化学成分的好 但是也多少是灭虫的 我已经自己试过了 其实就是杀菌的那种树口水 或者是消毒用的那个滴露 然后加点白醋 加点洗碗液 再加一点点油 再加水 其实这也是一个在菜园子里用药的 这么一个药 它也杀牙虫 就是至于这个比例呢 其实无所谓 浓一点它也毒死鸡 喷上去一开始不会死 然后稍微等个几十秒慢慢的它就不动了 这个也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另外呢如果你有给鸡准备这个洗澡的盆 比如说你以后放在那喷沙子 或让它洗什么的 里面除了放这些土沙子之外呢 你可以再撒一点硅枣土或者是硫磺 也能很好的预防虫子 我也不知道为啥 这个虫子对刘很嫌弃 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 我也给鸡使了一下 感觉效果还不错了 这个鸡棚呢 就是要勤换勤彻底消毒 才能抑制满虫狮子的感染 因为这些虫呢 它藏在土里头 你真是防不胜防 所以说大家要定期的除虫消毒 重视这个问题 好了 今天这就是这些日子龙 如果说大家有更好的除虫除满的办法呢 欢迎给我留言 你也让我知道一下 记得一家三连呀 不要害我了 姿势蛮正确的嘛 哪一块 这个我叫卵家一 卵家一 六分四分 三边 好专业 鸡已经习惯了 感觉 不知道谁 你俩谁练谁啊 哎呀 掉 哈哈哈哈 哈哈 направ 眼彩 都万分 ус 怎么办